第二题,这是题组 答案做实验探讨摆角、摆长、摆垂磁量和单摆周围间的关系 实验数据如右表,请根据资料回答第二到五题 第二题是说,在第四五六三次实验中,其操纵边因为何 这个是考控制边因法 控制边因法里面,保持不变的因素叫做控制边因 我改变的因素叫做操纵边因 我去测量的因素叫做应边边因 我们看到我们测量的是摆动十次所需的时间 所以这个叫做应边边因 而在我们的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当中 我们有改变的是所谓的摆角 所以摆角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操纵边因 所以我们在第二题的答案问我们说 第四五六四三次实验中,其操纵边因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摆角 因为我们改变的是摆角